以色列种族灭绝加萨的暴性 被长期原报纪念一世抵制 也谈美国为首白人的种族灭绝轴心与其性变态价值 以色列种族灭绝加萨进行的疯狂大屠杀 已经在美国为首以外的G7种族灭绝轴心受到抵制 而日本长期拒绝邀请以色列出席 并导致美国为首的G7其他六国缺席 对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囚徒进行虐待强暴性虐待 G7除了日本以外的其他六个白人国家的种族灭绝与性变态价值 已经获得证实 基本上日本长期纪念原报据称是纪念和平 长期被原报细发生于1945年8月9日 广岛被原报则发生于1945年8月6日 当初选择轰炸地点时曾考虑京都 但因为美国战争部长史听生曾在京都度蜜月 所以京都最后被排除在外 过去台湾被蒋介石的党国宣传洗脑 认定美国原报日本是必要之恶 但就像二战盟军与周星国互相攻击方式一样 都以屠杀人民为主要目标的手段来振折对方民心 以现在的观点来看 美国用核资武器轰炸平民 一口气杀害几十万人 这就是二战中仅次于犹太人大屠杀的大规模种族灭绝 美国从未对原报日本道歉 美国政客每一次提及原报都表示不后悔 必要 但在美国动辄指责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杀害平民就是种族灭绝后 美国过去在战争中的大规模屠杀对方平民 就更像是种族灭绝 这次长骑士没有邀请以色列代表 G7除了日本以外的白人国家拒绝派代表出席 理由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也没被邀请 长骑士的行为 形同把以色列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并列 但长骑士的理由 根据长骑士市长林木 在接受媒体访时 重申了该市的立场 他说 我们绝不是出于政治原因不邀请他们 希望在和平而庄重的气氛中顺利举行仪式 在交战状态中的以色列显然不合适 而以色列除了对加萨进行种族灭绝的大屠杀 又针对NGO组织攻击 美国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 World Central Kitchen 表示一名道道弟弟的人道主义者 巴勒斯坦工作人员萨罗特 Noddy Sellout 8月7日在加萨遇害 4个月前 这个组织7名工作人员命丧以色列攻击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Maisu Miller 近日表示 以色列当局应就其军人对巴勒斯坦被拘留者 实施性虐待的指控 展开全面调查 呼吁对犯罪者英灵容忍 我们看一下英文报道的标题 The Times of Israel报道 As Israel Should have zero tolerance for abuse Rape of any Palestinian detainee 报道指出 以色列军人针对巴勒斯坦囚犯进行性侵害 暴力对待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7月发表报告 指出 被拘留的巴勒斯坦人 身处环境极为恶劣 除了受到性虐待和酷刑 也缺乏适当照护 10个月内已至少53人丧命 为何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澳洲 及加拿大六国 驻日大使 宁可支持进行种族灭绝的以色列 为何这六国 支持进行性犯罪的以色列军 强性侵求犯是哪门子自卫 杀记者杀NGO人员 何时被美国人可以接受了 甚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巴勒斯坦加萨走廊排放的废水中 检测出小儿麻病毒 谭德塞在记者会表示 在加萨废水中 检测出小儿麻 病毒 是该病毒在社区传播的明显迹象 这使为接种疫苗的儿童 神险风险之中 这个病毒在加萨流行 又是人为传播 还是自然的呢 就像以色列财政部长 石墨崔赫 Baselel Smartrick 8月5日表示 就算饿死200万人 是为了解救人质 是正当和道德的 世界上也不会有人允许我们这样做 No one in the world will allow us to starve two million people even though it might be just a fat end morrow in order to free the hostages 无耻的美国 现在还有脸指责日本长骑士 不邀请以色列纪念援报吗 对照俄乌战争 无论是以色列屠杀加萨 导致死亡4万人的种族灭绝 百万人无家可归 百万儿童陷入疾病与饥饿危机 乃至以色列大量屠杀记者 屠杀人到NGO工作人员 甚至对于巴勒斯坦囚犯 进行性侵害与谋杀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澳洲 及加拿大六国为何认为 以色列与俄罗斯不同 是因为美国为首的白人国家 支持种族灭绝与性变态价值吗 最后先简单做个结尾 当以色列的暴性 约被世人所知 纵然加萨平民 被美国以色列种族灭绝 轴心屠杀的情势 也不会有所改变 但这些白人双重标准的无耻 除了让世人认清 也会让各国渐渐与其划清界限 美国种族灭绝轴心宣传的 民族与自由价值 也会被证明 是只有他们白人 才会被当成人 全球南方已经对美国以色列的 种族灭绝暴性反感 如今 连日本这个最听美国命令的小老弟 也不愿拿自己的悲惨历史 去替以色列洗白 世人将会谨记 白人的美国英国 因为犹太人被德国屠杀 而建立一个 在巴勒斯坦 进行种族灭绝的以色列 除了老一辈的美国种族灭绝轴心白人政客 还会无底线的支持屠杀外 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将越来越多 美国这些种族灭绝轴心国 对以色列的绝对支持 也将逐渐崩塌 Black Jack Kerlin 24年8月8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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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